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红潮禁闻 我是婉婷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5月2号 星期一 我们来关注最新消息 上海仍在封城 同时 北京5月1号宣布 正式启用共有1200个床位的小汤山方舱医院 台湾自由时报5月2号发文指出 北京启用小汤山这个行动的背后说明 在中共召开二十大 顺利通过习近平连任之前 高层决策很难改变 包括政治局面 经营环境 防疫手段 必然是宁左勿右 宁捷不松 文章说 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 是因为上海自3月28号封城至今 五周以来 百姓经历了种种折磨 而且是自己人折磨自己人 但北京不仅毫不在意 更提前部署了小方舱 显示出加大力度坚持政策的决心 同时 上海人的苦难还在持续 5月2号 一位微博用户透露 自己昨晚被警察破门而入 在不出具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把他强行带到了方舱医院 结果第二天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他是阴性 这个微博用户咨询了律师 却获知警察破门而入 说你羊 你就是羊 根本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还有一段视频从中国火到了海外 上海一家三口 被封了44天 光买菜就花了2万元人民币 在推特上有网民总结说 共产党是黑帮黑社会恐怖组织 也有人说 最起码他们还活着 看看那些已经逝去的人吧 一位上海市民投书香港静周刊 讲述了封城期间的遭遇 说自己还算幸运 因为自己的爷爷是国民党 外公是工程师 文革时被关过牛棚 改革开放后还是对共产党抱有戒心 所以自己一开始就不相信 政府说的只封4天 就备了许多物资 尽管是这样 作者仍然感受到 中国无处不在的紧张气氛 他写道 到处都在封城 全员核酸检测 真的像搞运动一样 到最后就是底层老百姓在为难底层 就像居委会不肯开门放我进来 他觉得他在做光荣的工作 穿着白大褂的人耀武扬威 这是每个上海人都可以触摸到的恐怖 我所在的弄堂没有任何病例 但弄堂口的铁门用铁链子锁起来 没有钥匙 只留下一个电话 真的像在监狱里 万一有紧急事件该怎么办呢 作者谈到四月之声视频被封杀一事 他说 想想2019年的香港 原来上海也有这一天 在这个大环境下 不管是哪个城市 都可能会遭到这样的待遇 为什么我们当时没看明白呢 有些上海人开始感慨 当初香港人的激烈抗争 我更加伤心 觉得可能已经明白的太晚了 这位作者的感受之一就是 别人的苦 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的苦 这个判断正在被证实 北京目前就处于实际的封城当中 从推特传出的视频显示 大批的大白正在进入北京 随之带来风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目前虽然是五一小长假 但北京最繁华的街头 却是一片死机 尽管上海官方宣称 一些区域实现了所谓的社会面清零 民众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活动 但实际上上海很多地区 仍然处于风控状态 百姓仍旧处在忍饥挨饿的困境当中 5月2号 网络最新流出的视频显示 上海闽杭区寄王镇居民 已经被关了长达45天 没有饭吃的情况下 发动了集体抗议 现场一批混乱 拍摄者质问 共产党是怎么管理的? 这就是现在的上海寄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万一搞不好就会发生暴动 就可能出人命了? 而另一段热传的上海市民 与街道办事处的对话音频中 男子愤怒的表示 你科捐杂碎你再重 OK没有问题 老百姓能忍则忍 都没有问题 你把我总粮收了都没有人照办 你不让人吃饭 那是要闯祸的老师 街道办事处人员称 这种情况他们都了解 但该男子继续愤怒的表示 中国老百姓还不够温良吗? 你还要找什么样的温良的老百姓 来统治他们就觉得是特别有感觉的呀 你记不给老生有意思吗? 行吧 反正就是老师 你到现在为止只发了五次五次 其中一次发的是八次 你让我喝吗? 你让我自禁吗? 该男子还控诉 官方把店都关了 然后逼着人们去买那些 所谓的保供物资 最后却称是快递小哥 在传播阳性的病例 如果你只要防的话 你会防不住吗? 会有着一个有阳性可能的病患的快递 在街上满地跑吗? 你何必这样呢? 到处找游走 到处找一个顶雷的 你为什么封闭到现在为止 你所有阳性还不断 不断在冒出来 你告诉我 这是不是很奇怪呀? 我也很奇怪 说实话 不能低估一个人 智商到这种地步 令人发指了都 你病毒怎么解封 你告诉我 什么清零你告诉我 你有本事把苍蝇蚊子 这给我清了呀 病毒是连肉眼都看不到的 病毒存在在这个地球上 比我们人类长久的多的多的多 经历了长时间封城的上海 在五一小长假之际宣称 疫情迎来了所谓的社会面清零 然而相关消息却遭到了民间的狠狠打脸 4月30号 上海官方称 4月29号 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49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8932例 其中 985例确诊病例为 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 264例确诊病例 和8932例无症状感染者 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官方就此宣称 这意味着上海市首日实现了社会面清零 相关消息一出 中国网民们坐不住了 纷纷在评论区留言称 社会面 那我是什么面 我属于家里面 社会面 马路上确实没几个人 还都在小区里关着呢 又发明了不少新词 还有网民反讽说 上海做的棒值得外省学习 我们不愁吃不愁喝 天天发物资 还有辟谣组 方舱能养鱼 路上能睡人 5月1号 上海市重新定义了社会面清零 和基本清零的评估标准 也就是以行政区为单位 区内社会面 包括管控区 防范区 以及非环璧管理的社会流动人员等 结果连续三天 单日新增数占区内总人口数 比例小于十万分之一 就可以认为是社会面基本清零 如果连续三天 单日新增数为零 就实现了社会面清零 根据官方的最新管控标准 上海有1500多万居民属于防范区 可在区内有不同程度的活动 但当中仍有住户 只能在7天内两次限时分批购物 另外还启动了常态化核酸检测 直到6月30号 上海凤贤区属于实现 社会面基本清零的区域 当地居民潘先生对大纪元表示 他们被封了快40天了 核酸检测几乎天天做 已经记不得做了多少次了 潘先生苦笑说 社会面清零这些名词听起来太深奥 自己看不懂 也没有人能搞得清楚 官方也无法自圆其说 至于所谓的凭出入证 可以去指定的商店 一户发一张卡 每天只能出去一个人 还不能超过三个钟头 超过了万一抓住了罚款1500 潘先生愤怒地表示 哪有什么解封都是骗人的 另外浦东的何先生5月1号 也向大纪元表示 这个社会面概念模糊不清 整个上海分成风控区 管控区 防范区 把上海所有的居民全封在这里面 而除了这三个区以外 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社会层面的 但其实是不存在的 没有的 所以官方自己说社会面 到底是哪个社会面 他们自己都解释不清楚 美国国会众议院4月27号通过轴心法 要求国务院向国会 按时提交中共支持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报告 说明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情况 中共是否提供俄罗斯任何援助 或者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 中华民国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嘉龙 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加强与俄国的紧密关系 不谴责不制裁 还炫耀彼此的成功模式 进行亲俄反美的宣传 背后散布假消息 说俄罗斯会入侵乌克兰是美国造成的 吴嘉龙认为美国要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看他们的合作情况 中共跟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情况 第二个中共有没有提供俄罗斯援助 第三个有没有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 三个重点 现在定义它发展紧密关系 包括能源的交易 天然气的大型交易 这个法案的重点是要揭露中共 在破坏美国及国际社会 试图结束乌克兰维基的努力 这个就是它的主要精神 吴嘉龙表示 这项法案有助于美国人民和媒体 了解这个新的联盟 美国对内做完这些沟通 实际上等于在对美国的人民做教育 对美国的媒体 智库等等在做教育 在做定调 因为这个是两党共识 两党共识的结果 美国要做对中俄的实质同盟 做一个定位 定位成新的轴心 邪恶轴心以后 接下来就是要直接对抗 美国准备对中俄的实质同盟 做直接对抗 纽约时报日前报道了乌克兰人 为击退俄军入侵 而采取的一项焦土战术 这篇报道说 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德米迪夫 有部分地区被水淹没 这不是大自然引发的洪灾 而是乌军部队淹没了自己的家园 报道称 2月25号 俄罗斯入侵的第二天 乌军为了阻止俄军进攻 故意打开了附近的伊尔平大坝 人为制造了洪水 军事专家评价称 这位在战争初期 推迟俄军进攻步伐 避免首都沦陷 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为村庄变成了湖泊 俄军的战车难以进入 当地750户居民中有50户受灾 此后又因俄军炮击导致大把崩塌 排水工作进展缓慢 两个月来 村庄始终没能彻底复原 许多房屋发霉 村民们把被水泡过的地毯和杂物 放到院子里晒干 地下室被淹 有的村民只来得及捞出 酸黄瓜和马铃薯等食材 有的村民不得不做橡皮挺出行 有的人家院子里一片泥泞 只能垫着木板走路 但村民们并不抱怨 当地的一位居民科斯图清科说 大家都理解这项作战 一刻也没有后悔过 我们救了基辅 这项行动也保住了村民性命 当时俄军转而前往霍斯托梅尔 布查 伊尔平等其他基辅外围地区 在德米迪夫没有发生全面战争 避免了大量平民伤亡 报道指出 乌克兰其他地方也在使用焦土战略 以牺牲该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代价 迫使俄军放慢步伐 如在2月24号 乌军炮轰基辅郊外的机场跑道 大量弹坑让俄军飞机无法降落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提到了疫情封城 已经让上海人的愤怒到了极点 对于目前不断传出的上海民众的抗议事件 如果中共再这样持续的高压管控下去 真的会发生网民们所说的农民起义吗 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讨论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订阅 留言和转发 我是婉婷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